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说花朵凝聚的天地间的一股辖慧之气 很少人不被花的美所深深的感动 而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 就像这大自然美的化身 花朵安置在花旗之上 我们知道中华花语最早的原曲源自汉朝 汉朝的花树丽幼桃盆 它接诸了整个花在大自然中的一个生态美意 也让我们感受在花树丽幼桃盆中呢 感受到人跟自然 跟花草植物 还有跟动物之间相安相依 互相依存的一个美好关系 今天我们就以这样的一个盘的插花的方式 来做今天的花语创作 各位爱花的菩萨 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我们要使用的这个花器 这个花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花器 因为这个花器本身它是内缘外方 内缘外方 陶一家用了非常多大量的一个陶土 做出一个这样子很特殊的一个花器 那我现在要用这个花器 来做一个斜颈的插花 好那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花器上呢 我们先放一些剑山 好那各位阿花菩萨可以看到 就是刚刚我在拿剑山的时候 你会发觉我的剑山都是往下放的 就像我们这边也做一个分享 就是呢 我们在放我们的剑山的时候呢 不要这样子往上放 因为我们往上放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手会去拿它的时候会受伤 所以我们每次插完花以后 这个剑山都要这样往下放 像我自己的工作室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同学的剑山 就是很多上课用的剑山 我都规定他们插好的剑山 一定要这样子往下放 那别人再去拿剑山的时候 就不会受伤 这也是我们在做一个花艺家 一个花道家 它必须具备的一个修养 就是处处为别人着想 好那我把这个剑山呢 拿了两个 先放在这个盘的这个东边 那我们知道呢 中和花艺它非常特殊的一点呢 就是除了花型的这个意境以外 我们说意趣以外呢 还有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中国传统的观念 就是我们在这个花艺里面分出 做出方位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比如像我手上这里是东南西北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 方位的一个变化 那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思想 就是一经的思想里面 就是一个方位的艺术 所以每次在跟很多外国人 或者甚至把这个中华花艺 带到中国大陆 跟很多人做介绍的时候 那能够把中国古老的一经的思想 运用在花艺上呢 也是令很多人非常的感动跟珍惜的 所以我现在把我的整个建山 偏放在东北的这个区块 东北的这个区块 好 然后我在西边的这个地方 就留出一个水面空间 那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我今天要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葫芦竹 葫芦竹 那这个葫芦竹的定姿呢 会比较比较难一点点 然后呢 它需要比较用力的把这个竹子做一个定姿 所以我们稍微把它固定一下这个竹子 好 那各位爱华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把这三只竹给它固定起来了 这是一重的葫芦竹 那这个葫芦竹呢 特别的有味道 那葫芦竹也是很受很多民间 特别喜欢的一个竹子 因为它有一点像葫芦的形状 那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的喜欢竹 因为我们说呢 红梅结智绿竹生孙 所以竹子在中国呢 也代表一种子孙的名言 所以很多人对于竹呢 也特别的喜欢 而且竹子呢 它前竹都可以使用 我们的十一柱形中呢 很多都可以跟竹子有很多的这个关系 好 那这个葫芦竹呢 我把一只呢 结成三结 那葫芦竹特别美的就是 它在竹节跟竹节中间 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所以它 这个葫芦竹为什么受到民间特别喜欢 因为葫芦又有一点代表葫芦的感觉 所以在过年的时间呢 或者是平常的日子里 它不只带有民间的一种 对于吉祥的一个期待 也对于文人雅思 有一点对竹的一个虚心有结 千千金子的这个竹的意象 都是很美好的 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竹子的固定 因为竹子本身呢 它非常的硬 尤其这个葫芦竹 那各位阿卜莎可以看到 我应用在这个竹子的两个中间呢 我用了两支的那个枝杆 帮它把它顶住 这样子 因为这支竹我在锯的时候 没有锯得很平 那就算锯得很平 因为我要这样子 在转动的过程中 它也会动到 所以我利用这两个 这两个枝杆 这样子把它 就是两支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 我再运用一支铁丝 把它固定起来 那这样子 这个竹子呢 就能够把它固定起来了 所以有些人觉得 擦竹子不是很好擦 因为像一般外面的那些 绿竹啦 或者是糖竹啦 它的枝杆你可以一剪开 跟键扇做一个运和 但是这个葫芦竹本身 它的厚度非常的厚 就是说它整个竹子的厚度是很厚的 那要擦到键扇里面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把这三支竹呢 做成有点点这样前后的一个感觉 好 那我再固定好之后 我稍微把它移开一点点 让三支竹之间呢 有一个空间的一个感觉跟变化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样的三支葫芦竹呢 在这个盘里面 就形成一个很美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然后它在过年的时候呢 竹子它的象征的含义非常的好 好那我在做完这个葫芦竹之后呢 那各位阿卜莎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个所谓的天文冬 天文冬 那这一个天文冬呢 平时它是很轻柔的 然后呢 我把它剪了 用了三支 刚好门口有一些天文冬 天文冬 我就把它 嗯 那天文冬的这个质干会比较细一点点 所以擦的时候呢 就要很用心的去擦坐它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天文冬呢 加在这个竹子的这个侧面 那我们说竹子呢 非草非木 亦草亦木 就是说它不是草本的植物 也不是木本的植物 但是竹子本身呢 也是亦草亦木 也就是它也是木本也是草本 所以它具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好我把这一支 把这一支 天文冬 那我们会发觉天文冬加上去之后呢 这个竹子跟天文冬之间 就会形成一种 刚楼并济的一个感觉 因为竹子虽然说 我们说它是非草非木 但是它这个葫芦竹是特别的刚硬 所以它擦起来会觉得比较硬 比较重的感觉 那我们加上天文冬之后 就可以把它做一些柔化的工作 感觉上比较柔软的感觉 好那我在竹子的下段呢 我来加一点点的梅枝 因为如果是平常没有梅花盛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任何的花材都可以 比如说黄羊啊 或者是杜鹃啊 或者是松啊 或者是任何的木本的花材都可以 那现在因为是在这个有梅花的季节 我觉得一年中呢 这个梅是很多人最期待插花的 最期待能够插得到的这个花之一 好然后我用几支很细柔的梅枝 来增加整个作品的这个 这个韵味跟情绪 好那我们把这个细细的这个梅枝 那我们常常讲说梅呢 那个老干新枝 然后发心哑 所以特别的有味道 那我们也会发觉呢 竹子呢在我们的造型里面 它是属于出线的直线的 那梅枝呢是属于细线的 那比较柔的一些线条的一种感觉 那两者之间呢 互相的交错起来 非常的好看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用这个铁泡百合 好那各位阿拉普萨可以看到 我手上的这个花 我们叫做铁泡百合 那这个花呢 它感觉非常的清新 然后脱俗 而且感觉很有气质 那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 这个铁泡百合 另外一支这个铁泡 那这个 另外一支 让它短一点点 好因为这个铁泡呢 我希望它不要太多 因为竹子本身所形成的 这个意境跟情趣已经很好了 那所以 那我用了两支的铁泡百合 做这个煮花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个上段的花材 感觉很不错的同时呢 我开始做下段的一个修饰 那各位阿拉普萨可以看到 我现在手上拿了这个呢 这个花材我们称为鱼尾山酥 那平常我们会把鱼尾山酥 擦的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我今天把这个鱼尾山酥呢 拿来把它剪断 用在下段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想要经营下段的一种绿意的感觉 那另外还有一个 一个感觉就是呢 就是我希望能够修饰我的这个剑衫 因为这个花材本身呢 它是很裸露的一个 就是剑衫的整个感觉完全的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的这个 剑衫的针把它做一点修饰 所以我用了一点点这个鱼尾山酥 剪短一些些 然后它的那种翠绿的颜色呢 很有那个整个大自然绿色的一种生意 好那各位阿花菩萨 现在可以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就觉得那个鱼尾山酥 这样的应用方式呢 特别的有味道 那有时候除了鱼尾山酥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鹿角蕨 鹿角草 因为这种蕨类的植物呢 它放在这个水边 特别有情趣 因为这些蕨类的植物呢 它很适合靠在山边水边 就是产生一种 跟水互动的一种美感 那我把这些山酥的叶子呢 整个修饰 那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说呢 在擦花的时候呢 要注意到整个直角的一种意境跟美感 那我把这些山酥